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方面的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在主线上,向着手指的方向往上分出的细时线或者是分支 就是往上的分支 表示理想主义,积极的态度和实践 从主线上分支向下的细时线或者分支 那么则与沮丧、失意 你看像他这个向上的分支 这个就是向下的分支 这个向下的分支就跟沮丧、失意、能量损失以及消极的事件相关 那么向上的分支你看这个箭头所指的方向就是向上的分支 就是上下两个分支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双线 有的时候就出现这种双形线 这意味着一种双面的人生 两种需求 或者是在该线标识的领域当中 表示性格的双重性 比如说活力线也就是生命线出现这种情况 一个人可能有两个家 两重根基、两种生活风格,并且精力充沛 这是一个 还有就是这个手上啊 有这个圆点 圆点呢代表能量的喷涌 在这点上此人被激发起来 因为某些问题变得愤怒或者是兴奋 那么还有就是导撞 导撞的纹路呢都是负面的 表示紧张、混乱 好了,有关这几种导撞圆点 以及向上向下分支以及双重线 就介绍到这里 那么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 我们下期再见